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200年4月成立以来,长城宽带以新世界高科技发展为基金,致力于以新一代英特曼的技术为基础的宽带网络建设,为用户提供从接入到骨干,从天空到地面的端到端宽带建设方案,并逐步发展了基于多媒体技术的宽带产品和各种增值服务。 作为国内拖具影响力与企业发展潜力巨大的助理化,2003年后,公司发展得到更加雄逃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并带动了服务公民的进一步增强和服务范围的扩大。 目前,长城宽带网络已经发展成为以北京为核心,通过上海、深圳、成都、武汉等区域,向全国服务设的宽带综合网络服务体系。 截至2003年6月,长城宽带签约用户已达1500万,网络覆盖用户400多万,已建设开通210万户,收费用户超过40万户。 目前,在全国已开设有几十家营业服务中心网店,同时,标志着长宽新里程的重要举措,长城网络文化家园,也逐渐在全国各地加速推进。 伴随中国宽带产业的健康成长,长城宽带作为专业的宽带网驻地运营商,已成为国内知名的宽带接触服务公司,并且并成精神服务,全网关怀的经营理念。 2003.7月,美国泰瑞比公司与长城宽带在上海, 就无线设备用于打造无线商网环境进行合作。 2003.8月,日本富士通公司与长城宽带网络无线公司就EPON无缘关网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进行合作。 2003.8月,IBF公司与长城宽带就SAP项目研发进行合作。 2003.8月,中国联统与长城宽带签署合作协议,就推广语音、短信、手机脚费等宽带增值服务进行合作。 这些合作将会有力地促进中国宽带网络基础建设,迈上一个新的高度,为宽带产业更迅速地发展,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2002.8月,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了商业客户,根本负责长城宽带在全国范围内的商业客户营销服务工作,为客户提供统一的、全方位的、个性化的应用服务。 长宽网络面向社区用户提供内容丰富精彩,运行稳定快捷的优质服务。 目前,长宽网络已覆盖数千万户家庭,工程完工数百万余户,并以实际未约30万用户提供宽带上网服务,完全拥有来足以达到规模效应的用户技术。 除宽带网接入和公网信息浏览等基础服务之外,长城宽带还通过自己先进的支撑平台和优越的服务渠道提供全方位应用服务,包括视频传播、语音通信、网上游戏、网上证券、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短信服务、用作邮箱、数字图书、数字报刊等诸多方面。 长城宽带针对中小学生、股民、引力等需求突出的特定客户群,通过对上述单项应用的组合,重点开发并推广了长宽大课堂、长宽大护士等专项应用包,满足了用户专用化、个性化的服务需求。 中国整个宽带事业的未来,极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应用的规模化运营。 长城宽带将谋求与重点供应商更深层的战略合作,迅速完成应用业务的产品化与规范化,为用户提供专业化的优质综合服务。 2003年5月15日,长城宽带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批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长城网络文化家园、全国性互联网、商网服务经营场所、连锁经营筹建工作。 长城网络文化家园,是长城宽带依靠自身及股东在相关软硬件产品、光纤骨干网、成育网、宽带接入等方面的资源,采用建设直营店和发展特许加盟两种方式,打造规范、完善的连锁网吧经营体系。 长城网络文化家园的经营内容包括,提供互联网上网服务和数码充印、VOD点拨、销售、餐饮、培训、广告等各种增值服务。 通过整个连锁经营体系,不断推进各种内容服务,为公众提供互联网上网及增值服务,率先将精彩的宽带互联网服务内容及其他增值服务及时展现给公众。 整个连锁经营体系,也是引领中国进入宽带互联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 长城宽带在各业务城市均设有专职的服务机构,以及专业化的服务人员。 通过社区化的服务渠道和现代化智能平台,为长城宽带客户提供一体化全氛围的高品质服务。 长城宽带建立了标准化的服务流程,以规范企业行为提高服务质量,维护长城宽带客户的合法权益,为客户提供统一高效的服务感受。 长城宽带通过建设根植与社区的服务渠道,为客户提供即售前、售中、售后于一体、方便快捷的一站式服务。 长城宽带已在各城市逐步建设call center平台,通过呼叫中心智能平台的应用,为客户提供包括热线电话、电子邮件、在线交流等全方位的实施服务。 长城宽带通过对客户服务人员进行严格的岗前专业培训,使其梳理勤勉精业的工作态度,掌握专业的服务技能,从而为客户提供高品质的贴心服务。 宽带改变网络,网络改变生活。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演播室的嘉宾。 坐在我对面的是长城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子强先生。 我们不要从技术上去求到一些老百姓,就是说关于载带宽带。 其实今天的施照你说它永远是宽带,也许五年后它已经变成载带了。 所以我觉得重要的一点大家不要忽略一件事,就是实际的是什么需求。 目前,不少宽带运营商还在依靠制造宽带概念去圈地。 例如宣扬小区里面的带观甚至达到5G、10G,可是一出小区,带观仍是几百兆。 各种各样的宽带频道与门户网站的大同小异。 业内人士也指出,目前宽带业并非想象中的没有回报。 有部分发展商还是赚到了钱,因为小区用户开通率只要15%就能盈利。 况且从目前宽带运营商的表现来看,今年下半年,宽带发展趋向冷静与成熟。 运营商们不再简单地追求扩充地盘,也开始看重实际用户签约数和宽带内容质量。 因此业内人士认为,明年的宽带发展将是充满希望的一年,三网合一已在上海试点。 随着三网融合进程的加快,宽带内容建设将突破瓶颈,使宽带发展缓发生机。 杨潇许体新报道。 杰潇许体新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感谢观看